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,拥有美国及中华民国双重国籍的徐国璋,去年回台后与名人洪文栋进行确认亲自关系诉讼,是临帝愿意审判他胜诉,距离他认祖归宗又跨进一步,但还是被洪拒于门外。 今天他与律师黄义仁召开记者会说,他从十岁就认定洪文栋是爸爸,母亲死后却见不到爸爸一面,母亲死前一直要找洪不得其门,让他认祖归宗成为母亲医院,他不在乎洪是名人或有钱人,只在乎明知道自己有爸爸,身份证上却是富不详。 据徐国璋说,母亲徐女士在他十岁时第一次带他与洪文栋认识,并介绍洪就是他生父,他就叫爸爸,还记得那次洪牵住他的手在农场内,介绍这是他养的牛,亲手种的花,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爱。 母亲嫁到美国之后,母亲的丈夫并没有完成任养他的手续,据母亲说都是洪文栋接济台抚养费,而母亲死后,从2004年,2008年及2009年间,洪还会款十万美元,让他支付心脏手术,经常学费贷款,车贷及房贷等费用,可见洪有抚育他致事时。 徐国章说,年轻时每次回台湾,他都到洪的公司面会爸爸,爸爸就请他吃午餐,大家一起聊天,话家长,而母亲在2003年过世,死前一直透过关系要找洪文栋,就是希望让他完成任祖归宗,可是一直未能如愿他就离肺癌病逝。 父子还是没有见面机会。 他不在乎洪是名人或是有钱人,他从10岁就认定父亲是洪文栋,可是这一点点父爱都这么难得,他会提起诉讼是万不得已,希望身份证上不要富不详,能吃个饭,聊聊天,希望他年纪大了想法会改变,愿意出来见见这个失散的小孩。 黄毋仁律师说,在法院审理时,徐国章已提供DNA弓箭定比对,但洪文栋先生并没有提供,只要洪先生提供相信真相就会大白,也早日让徐可以完成任祖归宗,徐也有两子女,也都希望能见到这位阿公。 对吧!